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如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殷 百千万劫难遭殷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就是大家阿弥陀佛 看课本281页 道数第五行 讲到这个大圣不共法理念 过一生稳入 过天或忍入 讲到三个时期 这里讲到一天圣入佛道的有两个 一个是净土行者 另外一个是秘密行者 就是净土生天的 一般就生到净土 类似于天或是密宗的 着重修天色身 那这个天色身偏向于欲界的 欲界的天色身 所以叫做欲天色身 就是以金刚夜叉为本尊 修成慈名仙人 那 他说 然后久住世间 修行佛道 这个慈名仙人 一般在密法里面 有些说成是 因为药或者是咒 你服用这个药或是这个咒 咒術 然后练成这个神通 可以成为叫做仙人 可以有点像我们道家的这种仙人 这种叫慈名仙人 所以道家也是炼丹 那这个密教 他有些是以慈座为主 那金刚夜叉基本上 你可以说是像 我们说那个像四大天王 其他的步众这些 那么这个 这个欲界天 比较低等的层次 它都是金刚夜叉的 那这个是密教的修法 那这里有说到 他说 然后在久住世间修行佛道 虽然烈会所不堪 他未应彼等故坚纯有相说 这个也是密法里面 密教里面的这个大恩主要的经典说的 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些 因为有些人智慧没有那么高 那么为了要适应这些人 那所以才会这样说 那但是 但是在教理上还要说这个是最高级的 这个根气是最上等的 但实际上它是 有一些人就没有办法 智慧没那么高 所以特别用这样的教法 适应他们 比较欲望为主的 好 那么而有些就专在修精炼器的色身上 那么做佛祭 就是修精炼器 跟道家是一样的 道家炼精气神 那密教练气脉明点 那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在练身体 就是禅功跟气功结合 那么这些通常都是在色身上 就是比如说你气脉明点 这个是密教练 那么道家的修精气神 那精气神之后 依这个身体羽化登仙 就是身体变成会飞了 然后密教 那么修到最后所谓的弘光声 声缩小 然后化起来一道光 然后道家也是可以返老还童 反正就是在这个身体上 它做变化 那后来当然像 这个我们中国的基本上就是 比较不注重生前的这些 就是佛教 那么会变成是死后 入缸 或是我们叫做这个肉身 肉身成佛 这个肉身不患 就变成会比较偏向你这边 那其实这一些都不是佛陀原来所说的 其实佛法原来 它在这个身心上 它给你的定义就是它是无常的 它是苦的 它是不静的 它是无我的 就是说它一直反复的定义就是这个身心 不要说这个身体 就身心都一样 就是这个身体它是无常的 甚至它是告诉你它是不静的 它是无常的 它是苦的 它是苦的 它是无我的 那么后来就变成 在这个身体里面找那一种 比如说修气 找那个关键的部分 然后练到这个身金刚不患 或是练到羽化登仙 或是练到烦恼烦统 或是练到这个身可以一直存在 那常生不老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佛法里面 身心本来就是 它是缘起的 它是无常的 但是你一般在这个身体上 就是持续到这个身体 要练这个身体 那后来都会走偏 那当然有些有一些功效 举个例子来讲 像法轮功把这个佛法 跟这个气功结合 那么很多人练了功之后 觉得身体变好了 他就觉得这个法轮功说的是真的 法轮功是有效的 其实这个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法轮跟练佛法 跟佛法的法轮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很多人就开始 就因为身体 很多人生病身体 你练这个功会好 其实你练很多功都会好 那甚至后来像我们讲 到家练丹 练丹坏丹 那这个密宗里面练那个 有一些也帮助修行 比如说灼火 练到身体会热 不怕热 不怕饿 那么有一些这样子 那练到身很轻 可以有神都可以飞 但是这一些基本上 都是是附带的 并不是修行的一个目的 都是帮助你修行的 那你如果直取上 在色身上练这个 那么他一定会走偏良 因为他就是我借我爱 所以他一定是障碍你解脱的 那么这一点要稍微知道 所以像现在有一些人也是这样 把佛法跟气功结合 就练身体了 其实佛法当然 你身体也不能让他 因为身安道了 你身体也不能让他太寻成一个障碍 但是如果你把注意力放来 变成是 那么在练身体 那么基本上 所以这个就是 专在修精练气的色身上做妙器 就是就是 弄来弄去都是在这个身体上辞去 那这个其实不是佛法的本意 那他说立根的是 那这个其实就是 前面讲 这样的其实就是顿根的 因为他没有那么智慧 智慧没那么多 所以就让他先这样 但是他后来也可能会骗掉 那所以他说真正立根的是 菩提心相应 大慈悲为根本 以方便而自救心 这个就是所谓的 学佛善要 就是三心 菩提心 大悲心 跟性空慧 或是我们叫做无所得心 那大波罗经里面就叫做 一切自自相应作因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就这三个 大波罗经里面讲 一切自自相应作因 除以就是你有这个心 相应就是跟佛 佛的智慧相应 一切自是一切 一切自人的智慧 一切自人就是佛 所以就说一切自自 一切自人是佛 所以这个就是菩提心 一切自自相应作因 就是菩提心 就是要成就阿尼奥多能三百三百里 就是要成佛的心 也要成佛的心 结果我们就叫做菩提心 那大悲为上手 一切自自相应作因 大悲为上手 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这个是大悲心 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 如果你只是要解脱 你正在阿尼奥多能解脱 为什么要成佛 成佛要更久 是为了要杜众生 所以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如果你没有 如果你成佛不是为了杜众生 那么你就成不了佛 因为要杜众生才能成佛 一切自自相应作因 大悲心为根本 那为什么 怎么样才能成佛 怎么样才能够成佛 杜众生 那么实际的成佛能够杜众生 那么要有吴所得 吴所得以这个为进入而成佛的方法 那么吴所得就是信空慧 一般我们叫 这个是吴所得 这个是信空慧 或是法空慧 信空慧 知道一切法无自信空的智慧 这个我们就叫做学佛三教 或是三心 依三心行六度 就是你要成佛 就必须先要学佛 学佛才能成佛 学佛三个主要的 三个必要 这个是必要的 主要必要的 那么这三件事就是菩提心 大悲心跟信空慧 那么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你没有大悲心 你就会解脱就好 就会退入二称 你有了大悲心 那么你二称可以回小向大 基本上 所以才能成佛 我也要成佛 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是以信空慧为根本 因为你一般我们的悲 一般我们的心只是悲心 没有大悲心 那么真的要大就是怎么样 那无所简直的利益众生 这个是大 就是平等 无所简直的 就是冤心平等的利益一切众生 你如果没有信空慧 你做不到这一台这件事 你没有信空慧 你没有办法起大悲心 你顶多只是起悲心 神文也有悲心 神文也有悲心 但是要像佛的这样大悲心 就是要第一一切众生 那么他必须要有无我 无私无我的智慧 神文也有 但是神文没有大悲心 但是这种信空慧 我们叫做法 有时候叫法空慧 就一切法空 或是一切法无自信空的智慧 那真正的 真正的大就是无所简直的 所以就是金看经的说法就是 若暖身若胎身来自 各位想各位想 我皆令入无以涅槃的内心之法 就是要立一切众生的心 那这三个 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立根的 就是以度众生为 寻菩萨到度众生为主要 然后动根的 动根的就是先到天上去 或是先让自己身体健康 类似像这样 那依天圣形而向活到的两类 他说这个都是重于 瑜伽或三妹 那这个瑜伽原来 瑜伽原来 这个瑜伽跟三妹都是定的意思 所以它底下写定 本为天圣形的特质 那瑜伽 这里的瑜伽跟三妹都是定 但是原来印度的瑜伽 基本上最早六派哲学里面 基本上就有瑜伽派 那佛陀最早成佛的时候 那么六四外道里面也有专修定 所以佛陀的两个老师 一个修成无所有触电 一个修成非常非常触电 叫他禅电的这一些老师 那修定在印度是 当时是非常流行的 那但是所谓的瑜伽 当时的瑜伽最重要的指的是 佛陀门要修到放我合一的进阶 那么是指这个 后来很多就是慢慢慢慢 瑜伽就成为所谓修定的代理词 那其实它是 因为你要一般是这样 一般是你要探求 或是寻求放我合一的原理方法 那么你要达到放我合一的境界 如果在儒家叫做天人合一 那你必须要调身 调洗 调心 由这样进入 那这个叫做瑜伽 就是他的方法就是调身 调洗 调心 所以有很多医很多的知识 很多的训练呼吸 然后转心的专注冥想 靠这个 那这个叫瑜伽 那后来佛法就吸收这一块 调身 调洗 调心这一部分 那么来这个 来训练 那这它是有调方法 但是它并不是求放我合一 它是由这样引发无漏会 来断掉这个我建华 来得到解脱 这个就是不同的走向 就是佛教依这个定 来引发无漏会 那波罗门那么依这个修这个定 修这个瑜伽来达到 达到这个放我合一的境界 所以后来比如说像我们讲 瑜伽师帝论 瑜伽师就是它比较重修定了这一类的 所以它会有一些定的境界 它才发展出所谓的为事所限 因为它观这种清片 就观成了就是所谓一切都是清的 观地片 即使还能在水上走过去 清黄四白 地水火风 它会发现到那一切是我心所限 那么这个就是最早所谓瑜伽的概念 就是后来变成定 变成定的代名词 那三昧也是定 那如果真要分析起来 瑜伽跟三昧都是 在佛法里面都是指定 那三昧说的是你专注一个所言 瑜伽基本上是从调生 调起 调心 然后达到放我合一 但是佛法是调生 调起 调心 能够引发智慧 断除烦恼 那这个它还是一定的 然后三昧是三摩地 那这个三摩地基本上是你这个心 它基本上还是调生 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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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所缘 那进入一个心专注的境界 就是心非常的专注 专注在这个所缘上都没有改变的 就是我们叫做一心 那这个是三昧 那三昧原来是瑜伽八支里面的一支 那不过后来这边我们说的就是都是定 所以它说 这个依天正向佛道的两类 都重于瑜伽或三昧 其实都重定 意思就是都重定 那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密教的有什么瑜伽 什么瑜伽呢 乃至最高的有所谓的无上瑜伽 那无上瑜伽是 原来指的是智慧跟慈悲结合 后来就变成男女双修郎 就变成这样 那其实原来它是指智慧跟慈悲结合 那这个是无上瑜伽 就是无上的定 那三昧也是其实这样定位等 定位等持 那基本上它是三昧 那密教里面有很多什么什么瑜伽 那这个修天的里面 比如说修净土的 它就有念佛上面 所以它说 导师才会讲 都重于瑜伽上面 那往生净土的都重念佛上面 或是光想念佛 或是观向念佛 或是慈悯念佛 它都重这个念佛上面 那密教的修瑜伽的 它就重什么瑜伽 那什么瑜伽什么成定也一样 那它有本尊 有这样的一个修法 所以它说 这个本是天圣行的特质 但以此普色出击 也只能口头颂词 持咒称零 持咒就是指密教的瑜伽 修瑜伽这个人 这个称零是指往生净土的 后来就变成 原来它是高级一点 就是要有定 后来就变成慢慢 越来越流于事象 就变成只是持咒跟称零 那称零也是为了 要得念佛上面的 称零也是由称零 而要得念佛上面的 就是要得三昧的 这个持咒也是要得瑜伽 也是要得定的 要调生调习 原来也是要达到身心 身心合一的境界 瑜伽是一种身心合一的境界 后来变成所谓的身心零合一 再加一个是零 就变成是这样 但是比较浅的就变成 这个生净土的只会念佛 持咒念佛 这个修密教的只会持咒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他说 本来都重于定 但以此苦涩出击 也只能口头送辞 就是持咒跟称零 就是出入门的 就用这样入门 但是有些就是 你没有在增长的话 你就只是持咒跟持咒 就修静跟修密的这两个 依人称零 这个前面是依天称零 但是基本上 如果是你欲戒天的话 也不需要定 欲戒天不需要定 色戒天才需要 但是你人要修欲戒天 可能就是要稍微要有一些 其实你如果要生 就是你这个人 要达到这个天的境界 可能也是要有一些定 他说 依人称行而入佛道的 就是发谷的心修实善行 不废人间正行 就是你 就是你该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就是依实善法 来行菩萨道 就是不废人间正行 意思就是 你是在家的 或是你是出家的 或是你是做医生的 你是做买卖的 你是做建筑的 不管你在远时间 你是做什么行业 那么你继续做 但是你在做你这个行业当中 你以实善 以菩萨的心肠来做 比如说你盖房子 那你盖房子 本来盖房子就是你的技术 那么盖房子 大多数的人就是 我盖好房子 我为什么要去帮人家盖房子 又不是我要住的 我是为了赚钱 我盖了别人的房子 我可以盖自己的房子 我才有钱盖自己的房子 但是如果菩萨的话 他就不是这样 他说别人的房子 我盖得好不好 我不关心 问题是我赚的钱多不多 能够盖我的房子 盖得好不好 比如说建筑业就这样 有一些就是 如果比较菩萨清场 他每盖一栋房子 就好像 这栋房子是自己要住的一样 而且他以盖好的房子 保护这些人 让人住的舒服 那么这个就是在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 他用这样盖好的房子 给别人住 让人住的安全舒适 那么这样 这样 他一样做建筑 他不用说我不用做 不是 他一样做建筑 可是他在做建筑的时候 他是发这个善心的 发这个利益众生的心在做 那么这样 这样他就是不费人间正行 那行十善了 他有余力他在帮助别人 就是他不失贡献自己的技术 然后用自己的善心 那么来利益众生 然后以他的技术 来利益众生 那么你做食品的也是这样 就是尽量把它做的既健康又营养 又健康营养而且美味而且又便宜 让很多人都可以享用 让身体健康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不是 我重点在赚钱 能不能赚钱是我的考量 其他他健不健康 那不是我的考量 他吃了会怎么样 那不是这样 只是要我的目的就是好吃就好 那人家多嘛 但是吃多了会怎么样 不光我的事 所以很多人做食品的 都加了很多添加器的 为了保存久一点 就是种菜的也这样 喷荣药的是给别人吃的 拿去买的 不喷的是自己要吃的 那么这些都是就是说 你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出家 不是 你在家 但是你依这个行之善 要利益众生的心 那么你不断的在这个人间 那么行善 贡献你的技术 贡献你的知识 贡献你的能力 然后以你这样来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不废人间政行 广修人间安国立人的政用 这个在《华元经》里面 善财三德 善财的五十餐餐里面 有在家有出家 那在家是偏多的 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但是这些人 都怀着菩萨的心肠 像这个 你像这个 依佛陀来讲 佛陀的这些 大副常者的副法里面 那么每一个也都是这样 就是说比如说西达多 比如说路子母 辟舍全夫人 比如说莫利夫人 他一样 他也 他学起了佛法 他有一些正出国 有些正恶国 有些正三国 像执多长者的正三国 他也不断去跟人家说佛法 那么他也是依他的身份 依他的身份 因为他的身份是 第一个他是 这个世间的大副常者 比较有钱 有权的人 那么多数的人 会依止他 或听懂他的话 那么他就运用他的影响力 来影响这个世间 让这个世间的人 学习好的 学习正确的 往好的方向走 那么这个就是 不废人间正行 广修人间 安国立人的正念 所以也不一定说要出家 那出家就是装满像弘法立身的 但是你即使在家 你依你的职业 因为我们每一个职业做的 都是跟人相关的 我们做的每一个职业 你做会计的也是一样 那你在工厂做工的 这些工厂做成的产品 也是要给人用的 那你是在铁路局上班的 铁路是运输人的 那你注重人的安全 你关照到每一个人 有没有危险 那对于这一些 比如说你在公路局 或是铁路局 或是捷运上班 那么你关照到每一个人 那么有没有人需要帮忙 那有没有人有困难 那么你能够随时及时的帮助他 有一些就会 你可以随时的排解他 那么你都是怀着这个善心在做 那我们以前都是有做工来的 那么在工作里面 我们都会觉得 哎呀我工作是不得已的 是为了要赚钱的 但是你如果把工作就是 因为你在工作中一定会 有几件事 第一个你会接触到人 你一定会接触到人 那么在接触人的当中 不管是你的上司 你的同事 还是你的下属 还是你的厂商 那么你一定会接触到这些人 那么接触这些人 他第一个不是你受他影响 就是他受你影响 那你怎么样影响他 让他有正确的观念 能够 如果他有不好的观念 能够怎么样 能够改善 如果有好的观念 他能够继续 那你怎么样影响他 那应用你的能力 应用你的能量 应用你的技术 影响这些人 这个是人 第二个就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 你一定有做事 如果你在工厂 那么一定有生产一些东西 那如果没有 你做的就是技术性的东西 那也一定是影响到 比如说房子的结构 东西的流程 还是怎么样 一定有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给人用的 你有没有考量它的品质 那么这些人家用到你的产品 就等于受到你的加持一样 就让你盖一间房子 你盖一栋房子 你就像盖给别人住 就像盖给自己住一样 你都很讲究 而且都是为了要想到 这个人住在这里面 怎样怎样的 那么当你这样的时候 你就好像每一栋房子 都经过你的加持一样 那不需要佛菩萨的加持 加持的意思就是你护念他们 我以后住在这里 你这样不方便 这样不好 这会漏水 你不会脱空减料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不费發菩提心 修实善行 不费人间正行 那么广修人间 安国立人的正愿 那这个当然不简单 这个必须你真的要發菩提心 你發菩提心 不是说我出家修行程 不是 不一定这样 不一定这样 所以说你在人间 那么你现在的因缘是这样 你就依你的因缘 那么行实善 实善不外乎就是 就是生口意 那这个不杀生 而我能够附生 不偷盗 而能够布施 那你能够布施的得多了 不是钱而已 你布施你的能力 布施你的 布施 布施你运用你的影响力 布施你的这个智慧 那这些 那么你依然可以利益很多人 那我们平常都在接触人 在家里面接触我们的父母兄弟 在公司接触我们的同事 你进了这个团体 又接触这个团体 那么所有的人他都分三类 一个喜欢你的 一个跟你关系普通普通的 一个不喜欢你的 通常都会这样 那从你的部分来讲 也有三类 我喜欢的 普通的 我不喜欢的 一样有这三类 那这三类交织在一起 我们就 我们怎么样让不喜欢的人 后来也喜欢我们 让喜欢的人持续喜欢我们 让跟我们没什么姻缘的人 跟我们姻缘越来越深 为什么 跟你有姻缘你才能够影响他们 你才能够影响他们 那如果你有不喜欢的人 你怎么样把你不喜欢的人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你有没有 你不喜欢他是 绝对不是不喜欢他这个人 而是他这个人的个性 你不喜欢 他的做事方法 你不喜欢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你怎么样改变他 让改变他 因为你不喜欢他 那么别人也可能不喜欢他 那这个人 这个人有可能就变成 他慢慢慢慢的 因为他 本来他性格就不好 越多人不喜欢他 他性格越不好 那就导致于他以后会有痛苦 那你如果是发菩提心的 就是要利益动生的心 那么你就要想办法怎么利益他 那 因为我不喜欢他 就代表像我这样的人 也可能都不喜欢他 那你这个人他不是学佛的 或是他学佛的他不知道 那你怎么样改变他 让这个人也可以让别人喜欢他 怎么样让他知道 那他这样的行为是错的 这样的行为最终导致的是 大家都不喜欢他 大家都远离他 那么他的机会越来越少 因为如果很多人不喜欢他 你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 这个你幸福的时间就越来越短 因为你遇到的人都不喜欢他 那你就常常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你当然心情不会好 那你怎么可能幸福快乐呢 那不可能吧 所以你怎么样影响他 怎么样改变他 那这个就是你菩萨道的任务 那基本上 所以我们观念上 并不是说好像是说修行 修行是一定在庙里面 然后在那边诵经念佛 打坐 那不是 菩萨道他可以是不废人间正行 然后就这样 那你怀着一颗要利益众生的心 然后运用你的智慧 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就多观照 然后多思维 然后多看经典 知道佛都怎么度众生 那菩萨道要怎么做 那你了解了之后 你不知道你经过学习 你知道了 你的智慧就能够展现 用种种的方便 来利益种种的众生 那这个就是 你就在人间行菩萨道 那也没有那么 就是说 他并不是说我现在 我现在没有办法 我现在还在家 我现在有很多事 我现在很多事要做 我没有办法行菩萨道 不是菩萨道 不用 菩萨道不用离开家庭 不用离开工厂 不用离开人间 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行 你离开了 你没有办法行菩萨道 菩萨道的对象是人 你事前越多 接触的人越多 你越能够行菩萨道 有时候我去看医院 去看那些生病的人 他也是佛教徒 他躺在那里 病得很严重 都不能动 有些是爱莫 在爱你病患里面 他就会觉得 师父我想休息 但是现在我也没办法休息 我说休息躺在床上也可以休息 你要念佛躺在床上也是念佛 你要观想你可以观想 而且你是一个佛教徒 大家知道你是一个佛教徒 那大家都会因为这样而烦恼 而你却因为这样不烦恼 你影响谁呢 影响来看你的医生 影响来帮助你患药的护士 影响住在你旁边的人 影响来看你的家属 这些人都说 这个人学佛好勇敢 这个人学佛 遇到这种境界他都没有困 他会不会学 他会 你这个不是在修行吗 你这个不是在利益众生吗 你就算躺在那里 动都不能动 我告诉你都可以修行 你都可以行不上道 本来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了解了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说 修行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就坐在那里 或是念着什么 不一定 你的心非常的专注 非常的虔诚 你对佛非常的恭敬 你对佛法非常有信心 他不一定是你嘴巴搜出来的 而是什么 而是你从你的生命 从你的人格特质中 就展现出来 大家知道这个人学佛 也不起 大家都会害怕 他不害怕 大家怕死 他不怕死 他会跟你说 你为什么怕死 生命是无常的 本来就无常的 重点不在长跟短 重点在有意义跟没有意义 慢慢慢慢讲 很多人会受你影响 我要告诉你 越在苦难的时候 你越不烦恼 这种人格特质 基本上 就是人家就是会受你感动 你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无声说法 比那个滔滔不绝 还有力量 谁说你不能休息 苦来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他 问题来的时候 你怎么度过他 应该来换药了 医生都还没来换 你用什么心来面对这种境界 这个不是在休息吗 这个在休息 谁说你躺在那里 就不能休息 又不是说你一定要抱着病的身体 然后去念佛 去那边打坐 这样才说继续我的休息 不是 你躺在床上依然继续你的休息 那佛 佛不一定在佛堂上 不一定是在佛像上面 佛就在你的心里面 法不一定是在经典里面 就在你的认知上 你所做的一切都跟慈悲智慧相映 那个就是在修法 那这种观念其实很重要 所以他讲的这个人间菩萨行器就是这样 所以以此普其出击 大圣的外凡夫位 十等于人间的君子善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就是你现在人 你先在你的工作岗位 或是你的家庭本位上 你是人家的儿子 你就要好好地照顾你的父母 你是人家的父母 你就要好好地照顾你的子女 你是人家的哥哥 你就要好好地照顾弟弟 你是人家的弟弟 你就要好好地照顾人家的哥哥 兄弟姐妹都一样 就是说一般这个奴家叫做讲伦理 人伦 那么你占好你的本位 然后顾好你的本位 然后发挥你的影响力 然后把佛法带进去 那么慢慢大家就会受影响 这个所以他说 这个从最初的讲就是 你先做一个好人 那奴家讲叫做先做一个君子 你才能够影响别人 你让人家欢喜 让人家对你有信心 菩萨要利益众生 他是要先有缘 不是有缘而已 有缘也要有善巧方便 要有心 有善巧 还要跟他有缘 你还有智慧 你没有智慧 没有善巧方便也度不了人 那有善巧方便 你没有缘也度不了 最重要的是要有心 没有心也度不了 所以我们讲 这个人间佛教的这个人菩萨行 就是以人来做菩萨 那不是等到我们升到净土去 升到天上去 我们才来做 等到我们死的时候才有 不是的 活着的时候你就在修佛法 就在用佛法 那么利益众生也不是等到你 你从净土回来的时候 有些要往生净土的都是这么念的 就是等我去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 我才来度众生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专心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就好 那等我从极乐世界回来 我就来帮你了 那其实不是这样 念佛的也不是说 等你去极乐世界回来 我都不晓得那么落到哪里去了 你现在就可以帮助他 依人的身份帮助他 那么你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我要利益众生的心 你见到谁需要帮忙 你可以帮忙 你就尽量帮忙 你能够影响 你就尽量影响他 那当然你自己要有能力 你没有能力 你影响不了别人 所以菩萨要广学五名就是这样 你要知道得多 你要学得多 你要能力抢 那你不够抢怎么办 学习 为了要帮助别人 努力的学习 比如说你盖房子 那么你盖房子的技术非常好 你每次盖的房子 人家住起来都很欢喜 你的名声就越来越大 越多人找你盖房子 那么就越多人受你影响 那你就会想 哎呀 因为他信任你们 那你哪一天找他去做什么 他愿意跟着你去 其实就是这样 你跟他说什么 他比较会相信你 因为你这个人可信 从哪里看出来 可信任从哪里看出来 从你盖给我的房子住 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可以信任 你看这个不就是影响吗 这个不就是说法吗 那么你对盖房子都这么认真 你所信仰的宗教 你也一定很认真 你也一定都知道 那么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但是有些人不是啊 有些人不是这样 盖给别人的房子 跟盖给自己的房子就不一样 那么做给别人吃的 跟做给自己吃的不一样 然后是别人在用的 跟自己在用的是不一样的 那么做别人的工 跟做自己的工不一样 那这个你就开始 因为你不一样嘛 所以别人也不一样 那这个你说你虽然是学佛 你菩提心没有不见了 你这个不是菩提心吗 没有利益众生的心 你利益众生并不是说 我出了家的利益众生不是 那你现在做的都是 跟众生息息相关的事 跟民间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那你有没有办法 你有没有办法做到 你在这个东西上利益众生 那这个是人菩萨行最重要的 所以从人直接就可以成佛 那不需要说升到天上去 或是先升到禁度去才能成佛 不是 从人就可以直接成佛 你在这一方面 你理解的越多 那么你的菩萨道就越快 所以你在人间行菩萨道 其实是比实际来讲 你如果知道 实际上比你到禁度去还快 所以无量说你才会说 你在这个世间能够行菩萨道 然后能够一直 一天一夜就大过余 胜过你在极乐世界一百年 休一百年 为什么 一般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你知道的其实也不困难 你知道这个理之后你就不困难了 你就这样做 你随时都可以行菩萨道 随时都可以行菩萨道 因为我们随时在面对人 等一下回去了 回到家里面 开始就有境界了 明天早上去公司上班 就有境界了 那你怎么样 你怎么样处理这些人事 是怀着悲心 怀着菩提心 怀着利他的心 还是怀着自私自利的心 这个很明显就分菩萨道跟 轮回道出来了 是众生的还是菩萨的 马上就分出来了 那你每天都这样做 那每天都不得了 累积起来就不得了 真的 但是当然不容易 因为我们在喂众生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会受一些苦 那我们当然就会心理不平衡 我喂你好 结果我自己不好 那当然这个东西 一开始要平衡 要不然你最后会很累 最后你就不想做了 因为我们毕竟是人 而且毕竟我们有我见有我爱在 所以你一开始要 就是说我们要做的时候 当然稍微牺牲 但是也不要就是好像说 这个一直做一直做 做到最后自己起烦恼 其实不需要这样 所以你要以不起烦恼为前提 那么做 就是你欢喜做这些事 那你要在内心上认定这件事 慢慢让自己对做这些事 就是逆他的事起欢喜 即使自己遭受到一些些的损害 那么损失到一些些的利益 你也很欢喜 那如果你发现 开始自己有一些不欢喜 你就稍微填下来一下下 然后告诉自己 把自己弄清楚 不然这个忍耐不久 压抑的忍耐的都不久 后来会反弹 后来甚至会觉得 行菩萨道其实就是伤害自己 后来会觉得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在利益自己 但是你要 我们叫做要量力而为 那有一些行菩萨道非常勇猛 就要开始要舍头目舍脑水 我告诉你 没有这么厉害 都要全部奉献给别人 但是你这样做的时候 人家反而怀疑你 人家反而毁谤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会整个退下来 所以也不用太急 就是要循序做行律做 一个前提就是利他的心 而且是欢喜心在做 与其起烦恼做 不如欢喜心做少一点 起烦恼做很多 倒不如欢喜心做少一点 比如说好 比如说好 简单来讲 比如说你来这个团体 比如说这个佛堂 好 那这个佛堂你发心 你们我来做就好 你们好好用功 好 你发心做 做一天做两天做三天 大家都很赞叹你 做了一个月之后 大家都开始觉得 你做是应该的 然后做应该的 你开始就不赞叹你了 那开始 开始就怎么样 一个月之后就不赞叹你了 就觉得你这里少不干净 那里少不干净 你这个也没有差 你一定会这样告诉你 这个是正常的 那么你开始就会起烦恼 那你做得很辛苦 得到赞叹 你那个辛苦就会被剪下来 那你做得很辛苦 没有得到赞叹就算了 还被批评 这个时候你开始起烦恼 但是一般是这样 你起烦恼的时候 你还是会勉强做 做到 压到不行了 你就完全不来做了 那这个是最常见的都是这样 那要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说 你开始起烦恼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调 你不要压抑 你不高兴你可以讲 但是就是这个时候讲不会伤害的 你压到很久在讲的时候就会伤害你 你就开始说 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 不然你就做少一点 不是 你一开始不要做到那么累 你不要做那么累 你就负责一部分就好 比如说我就负责哪一部分 那你负责的很多做得很累 然后让自己心里很累 然后又得不到肯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一开始你还是会勉强做 做到压到不行就爆发了 就跟很多人起口讲了 就开始怨恨这里的人 那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就觉得慢慢慢慢就觉得 所有的佛教都这样 觉得佛地址都是这样 表面说慈悲 其实内心比世界的人还不能 就开始讲这些 这是我最常见的就是这样子 那么慢慢慢慢心里面就怨恨 本来是怨恨这些人 后来就变怨恨佛教了 然后就觉得 然后虽然不会怨恨佛 但是就觉得在这里在家修就好了 去那边团体是非最多了 然后怎样怎样 开始就是开始起烦了 召位也很 然后这种状况就是说 因为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有些就是你一有问题 你没有好好的思维整理 然后还有就是你没有量力而为 比如说你为了道场你发心很多 甚至以前都是这样标绘来扶持道场的 结果自己生活过不去 起烦恼 然后道场也没有办法帮助你 然后甚至大家还觉得 你以前今天就这么少 还怪你 这个你起烦恼 你就觉得出现了不慈悲 这个道场怎样怎样怎样 唯利是图 就开始又召后院了 那么这个也是很常见 所以有很多东西 不管是体力上的 还是财力上的 当然你能够舍是最好 不过一定要在一个前提下 就是欢喜心 你不要勉强 是为了要达到什么 不是 你是很欢喜要利益众生的 那么你要一定要量力 那么一次多一点一次多一点 没关系 勉强不能勉强太多 勉强一点点要 实则勉强 一开始少要勉强 不勉强你也不会做 但是不能勉强太多 不能勉强太多 不能勉强太久 久了久了你会发现 大概你不勉强了 然后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 就像打坐一样 打坐 坐到五分钟腿会痠 勉强一下 再多五分钟 十分钟 你不要说 我一次要坐三个小时 腿坏掉了 你以后都不能坐了 你不要一下子勉强太多 一下子勉强一点 勉强一点 五分钟进到十分钟 十分钟进到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进到二十分钟 就慢慢进 慢慢进 那么我们勉强太多 也是这样 一下子就要舍头目脑水 我告诉你 你都会起大怨恨的 因为你的心不到那里 勉强太多也不容易 因为要利他 要利他这一部分 而且还要无私的利他 甚至要讲到三轮提供的利他 一般一开始都做不到 那也因为这样 后来就是 菩萨道会流语 变成只是孔独上 不是很庸俗的菩萨道 那其实菩萨道最重要的就是 智慧跟慈悲 那智慧就是不起烦恼 慈悲就是 常常能够到利益到想到别人 能够利益到别人 让别人欢喜 让别人没有痛苦 那这个也是一定不能离开智慧 就是信空会 那这个要慢慢往前进 好 他说 如来的出现人间 教化人略 本意是令人开示误入佛之之间 就是佛陀 就是开眼 开示开眼 世事现 就是告诉你佛法是这样 解脱是这样 生命的实相是这样 因为佛之之间 佛见到什么 见到实相 实相是什么 实相就是 一切法的真实相貌 相状 那是什么 那是无我相 无常相 是缘起相 那因为众生不知道无我 不知道缘起 所以一直在我见我爱中 那么不断地造作业 不知道是怎么造业 只知道受苦 那不知道要怎么离苦 因为他不知道苦是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整个缘起 就好像我们起烦恼 我有时候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起这个法鸟 我为什么会这么辛苦 我为什么会这么忧郁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好好去想 不知道有因有缘 那一切都是因缘何合而有的 那你好好想这些东西 那么能够慢慢知道 后来能够慢慢知道 从最近的苦到生死的苦 你都能够厘清 那都能够知道我要怎么做 才能够达到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做才能离苦 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得到幸福 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得到解脱 我如果不这样做 我就不能得到这样子 我如果这样做 我就能够得到这样子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缘起 缘起只是告诉你 一切法都是无常的 无我的 那这个就是佛之之鉴 那佛的之鉴 除了了解世间的实相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佛大悲等流 就是他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佛的本怀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 为什么要说这些佛法 佛自己已经在菩提树下解脱了 他已经可以入涅槃了 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 从恒恒的这一边到恒恒的那一边 甚至这个拉了肚子 拉肚子了 中毒了 他还要跟众生说法 为什么 那其实就是他的大悲 大悲心 他的大悲心 那么让他不断的 把他所证的 所了解的真相 不断的去告诉这些众生 就好像这个医生非常的慈悲 然后看见这么多生病的人 他从一村走到一村 从一户走到一户 不断的告诉这些人 你要怎么样才能不生病 你现在生病了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把病治好 那么多数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他要很辛苦的 不断不断的宣扬 那很多人不知道 还一直 还一直过这样的生活 他知道以后一定会受苦 所以他看到已经在受苦的人 即将要受苦的人 就好像医生看到已经在生病的人 你如果不给他 告诉他怎么样治这个病 他会一直苦到死 那么现在已经在 照做吃这些东西 将来会生病的人 现在如果不叫他停止 他以后也会这样苦 所以他在很辛苦的 不断去告诉大家 不能过这样的方式 不能吃这样的东西 要吃这样的东西 已经有病的必须要吃些什么 没有病的要禁止吃些什么 那这个就是佛告诉我们的 怎么休闲 要有戒 要什么东西是不能做的 什么东西你要努力做 那么你才以后 你才能够怎么样 离苦得乐 所以开示误入佛这些件 让大家了解佛在说些什么 然后能够达到像佛这样的解脱 比如说亲近 然后安乐 所以依仁菩萨显而向佛道 他说就以我们这个人生 来行菩萨道 这个是适应时代的基感 这个时代 其实在哪一个时代 都是这样 佛陀那个时代也是 佛陀也是人生 舍利佛目见人都是依仁 但是他们很多都是比较 倾向解脱的 就是其中有一些 也倾向要利益众生 像富罗那 像加山元 到处去利益众生 哪里有没有佛法的地方 就去哪里 哪里有一些邪见的众生 就去帮助他们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菩萨道 其实就是菩萨道 所以因人菩萨行而向佛道 不但是适应时代的基感 也实在是佛圣的根本坦度 就是说我们要成佛 其实成佛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人间行菩萨道 并不是生到尽度 生到天上 生到哪里 没有 是在这个人间行菩萨道 即使是无恙受亲也这么说 他虽然鼓励你往生 但是他告诉你 最快的方法 其实是在这个人间行菩萨道 好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时刻